儿的父修正道 刚才念这几句是戏文 有爱听京剧的 这是出老旦戏 叫游六殿 就是怎么想起这么几句呢 刚才来的时候 我这收拾屋子 我这就哼这几句 刘斌还问我 我们这位茶凤刘先生 您怎么想起这段来 我说这应景啊 下周二是于兰盆节 佛教的称呼叫于兰盆节 道教称呼叫中元节 七月十五 这一天呢 祭典亡灵 然后呢 佛教里面说呢 斋僧供佛 当初有个典故 就是穆连僧救母 佛祖的大弟子 十大弟子之一 叫穆建连 母亲呢 在地狱中受苦 穆建连知道了 想要把自己母亲解救出来 那么佛祖就告诉他 在七月十五这一天 斋僧供佛 可以使你的母亲脱碎 还有使这些死去的亡魂呢 脱碎 所以呢 佛教里面留下这么一个节字 叫于兰盆节 于兰盆呢 翻译过来就是解道玄 很多地方戏呢 都演这个穆连僧救母 京剧里面这首戏呢 就叫游六殿 当今老旦里面大概 蓝文云老师唱的最好 那很过瘾 您回去可以听见 那么今天说这几句闲话呢 硬硬紧 还得书接前文 前文呢 稍微隔了一个礼拜 上周呢 因为 咱们用越波老师的话 叫断国校 这个是哀悼日 所以呢 停了这么一周 隔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今天呢又有不少新的朋友 刚才问我说 说哪儿了 放心 让您接得上 稍微给您 回复回复 上周呢 暂停一次 再上一次 学徒我说这部三国演义呢 正说到一个名片 就是 吕布吕奉献 圆门设计 相连派 吕布吕奉献 圆门设计 这么一段故事 那么今天呢 接着这个原文设计往下说 上回呢 最后我也批了 吕布吕奉献这个人 一辈子 干了一件半好事 半件好事 就是赐董卓 因为呢 他这目的啊 为的是美女貂蝉 所以这个目的性不纯 所以这算半件好事 唯一一件完完整整 彻彻底底的好事 就是这圆门设计 圆门设计 解了小配之威 解了刘备之威 把一场刀兵之灾 化为乌有 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一件好事 可是呢 这人做了好事 不能挂在嘴上 上文书我最后节的时候 也说到这儿 吕布吕奉献解了刘备之威 这吕布啊 跟刘备说了句话 我们说书人呢 给他演绎 您要看三国演绎原文 说 非我 则公 威 这吕布啊 跟刘备说 非我则公 威 不是我出面 设这一件 原文设计 设中了 你刘备就危险 我救了你 这是什么意思 表白表白自己的功勋 让你刘备 记着我的功劳 记着我的恩德 你可别忘了 可是中国人 有句话说的好 施恩不图报 您施的这个恩 还值钱 别人能够记您一辈子 吕布这句话说完了 施恩而图报 这恩呢 不值钱 刘备当时千恩万谢 我铭记您的大恩大德 刘备记住 不仅记住这场恩德了 也记住吕布这句话了 非我则公威 等到后来白门楼的时候 就显示出来 刘备也回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要了吕布的命 所以您到后头 马上咱们就说到白门楼 曹曹要杀吕布 问刘备 何如 是留着他 还是杀了他 问刘备 刘备就一句话 公不见 丁建阳 董卓之事乎 你忘了 他怎么对待他前头那俩干爸爸了吗 把丁建阳给杀了 把董卓给杀了 你要再留着他 你就跟丁建阳董卓一样 刘备就这一句话 要了吕布的命 吕布临死之前还骂 大饵饵 忘记原文设计实验 还提这恩德呢 所以中国人说这句话最讲道理 施恩不图报 图了报了 这恩德不拾钱 但是吕布这件好事 做得漂亮 这一件 解了危难 三路人马 吕布 撤回徐州 刘备 退回小配 纪灵呢 拿着吕布 这封书信 收兵撤退 回到寿春 得面见自己的主公 袁树 袁树坐在这儿 一看 纪灵进来了 就一愣 纪灵 我命你去灭刘关张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啊 胜负如何呀 主公啊 一言难尽 这儿有封书信 您先过目 袁树 袁公路 接过这封书信 一看吕布写给自己的 把这封书信 从头到尾看完了 袁树 勃然大怒 好啊 啊 吕布 你这一件太值钱了 我二十万壶粮食给你 你收了 送那么些礼物 你收了 最后给我设一件 完事了 你这一件太值钱了 这是拿我袁树 袁公路 当小孩一样戏耍 这不是儿戏吗 这还了 来人哪 点兵三十万 我亲自带队 先灭吕布 后灭刘关张 袁树不干 心疼自己那二十万壶粮食 本来这二十万壶粮食 就是给吕布 让他别帮着刘备 没想到 吕布干了这么一手 袁树能不生气吗 旁边纪灵啊 赶紧拦着 啊 主公 万万不可造次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吕布之勇 两个字的评语 无敌啊 多好 世人难敌啊 这纪灵领教过 在那个中军大仗 纪灵一看见仗中 坐着刘关张 纪灵转身就要走 前文书我说了 吕布过来 一把 给薅回来了 那纪灵领教过 就吕布低了 这纪灵给摁到座位上 就如同鹰拿咽雀 就姚明低了小孩一样 给低了回来了 轻轻松松啊 而且既您亲眼所见 圆门设计 别人设百步穿扬 吕布一百五十步远 建设即而过 永利无敌 这主公千万不可造成 吕布很难对付 而且刘备在小配 他们互为语义 您打吕布 刘备帮忙 您打刘备 吕布帮忙 所以轻易 难以下手 吕将军 难道说我那二十万壶粮食 就算了不成 主公 末将我倒是有一计 什么计策 主公 末将我这一计 叫书不兼亲 之计 我 即将安出 你说说你这计算 主公 您 西夏 只有一个儿子 对不对 没错 我只有此子 我听说 吕布西夏 也只有一个女儿 他的妻子 严氏 给他生了个女儿 免以吉吉 您要看三国演语原文 就这四个字 免以吉吉 什么意思呢 这女孩子到了成年了 把头后挽起来 可以插三子了 这叫吉吉之年 这个三子 就是这个鸡 上面是一个竹子头 下面一个开关的开 这字念鸡 就是指三子 女孩子成年 别三子 叫吉吉之年 男孩子成年 戴帽子 家官 过去有个礼法 叫冠礼 戴帽子 那这个年纪是多大呢 你要看理系上面 写得清楚 女子时而有五 可以吉吉 就十五岁成年了 可以别三子 这吉吉之年 男孩子呢 二十岁 可以戴帽子 行冠礼 现在都不同 今天有不少 学生 我们学校 每年有一个经典的仪式 叫成人冠礼 高三毕业的时候 都要经历这个 高三毕业 现在的学生 高三毕业是十八岁左右 那古人呢 说二十 加冠 但是现在 为考虑到高三毕业 适应这个年纪 所以十八岁 举行冠礼 过去呢 也有这个提前的 诸侯王 可以提前 提前到多少呢 十二岁 到十五岁 举行这成人冠礼 咱一般的来说 都是二十岁成年 那没成年之前 叫弱冠 成年了 冠着 所以您看论语里面 冠着五六人 成子六七人 成年的人 未成年的人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 纪灵 跟袁述说 吕布西夏 只有一女 年已吉吉 大概就十五六岁了 您可以派一个人 前去说媒呀 求亲 倘若 吕布的女儿 嫁给您的公子 你们两家连了阴了 这就是亲戚 您带派兵去攻打小配 去除刘关照 吕布就不能帮忙了 这就叫殊不兼亲之计 好主意 行 听你的 谁当这个媒人呢 主公 还请韩印去吧 好 来呀 传韩印 袁述一声令下 把韩印调过来 命韩印为媒 带着聘礼 奔徐州 找吕布去 说媒 求亲 咱们书说简短 这韩印呢 到了徐州 面见吕布 把这求亲的事一说 吕布把嘴一撇 我吕布 虎将 虎将之女 嫁给袁述的儿子 委屈了吧 韩印在旁边一看 嘿 温侯 你out了 这你还不知道啊 这消息早就传出来了 我家主公 已得了传国的玉玺啊 这个消息您还不知道啊 传国玉玺 现在我家主公之首 早晚 必要称帝 而且我家主公西夏 只有辞子 您的女儿 要是嫁过去 那就是太子妃呀 想不尽的荣华 受不尽的富贵 何乐而不为呢 再者说 即使不称帝 我家主公 四氏三公 门多故立 四海闻名 那也是名门望族啊 不委屈 关侯您 哦 吕姑的眼睛就亮了 哦 怎么着 传国玉玺 在你家主公手中 有玉玺 就能当皇上吗 别忙 这事啊 商量商量 跟谁商量 跟这女儿的母亲 得商量 嫁女儿 父母双方 得回去商议商议 把韩宁搁在前头 吕布回转内宅 见自己的妻子 吕布啊 有三个妻子 正妻 严氏 还有个次妻 曹氏 前文书 您要老来的话 前文书我说了 张飞张义德最大曹豹 打的这曹豹的女儿 嫁的吕布 是她的次妻 曹氏 另外呢 还有一位妾 就是美女貂蝉 这么大媳妇 可是呢 貂蝉 没有生孩子 虽然吕布那么爱她 但是没生养 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咱们就不研究她了 这个曹氏 曹豹的女儿 嫁的吕布 做次妻 可是呢 过门不久 这曹氏就顽固了 所以这曹氏呢 也没有给吕布 生下一儿半女 只有正妻严氏 给吕布生了一个女儿 所以吕布膝下 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爱若掌上名作 千金之女 能不疼吗 吕布回准内宅 找自己的妻子严氏商议 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咱们把女儿 嫁给袁树 袁公路的儿子 这事成不成 她的妻子 严氏 你听 哦 袁树的儿子 我听说 刚才你跟我这儿说 袁树有传国玉玺了 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呀 哦 有了玉玺就能当皇上 那没错 有玉玺就能当皇上 这个袁树啊 早晚必然称帝 嗯嗯嗯 哎 亲爱的 这个我问问你 袁树 有几个儿子呀 就一个儿子 就一个儿子 行了 我同意了 你看 这媳妇 多明白 这一打听 袁树就这一个儿子 早晚必然称帝 这袁树 袁树同意了 为什么 现在过了门 他就这一个儿子 必然立为太子 我女儿嫁过去 就是太子妃 袁树称帝 将来死了 就这一个儿子 必然接替皇位 那我的女儿 到时候就是 正宫国母 皇后娘娘 那我就是皇后 他妈呀 了不得 同意了 你去跟没人说吧 这件亲事啊 就这么定了 问侯 就算他不称帝 咱们找这么大一个靠山 您哪 就有依靠 嗯 贤妻呀 太贤惠了 夫妻俩一伤 就把女儿的亲事定去了 吕布赶紧来到前面 这回 满面春风 两口子答应 告诉韩印 这门亲事啊 就这么办了 我的女儿 嫁给你家主公 袁树之子 为妻 韩印也高兴 吕布也高兴 女儿的婚事 定下来了 款待没人 打牌炎炎 而且准备 丰丰盛盛盛的礼物 金银珠宝还在其次 主要 四条猪腿 四条羊腿 蟹和梅人 来来回回的跑路 腿都跑弃了 弄点猪腿 羊腿啊 吃这个腿 补他那个腿 得 打谢这个韩印 大梅 韩印也挺美 酒宴散 韩印回到管义之中 坐在房中 仆人献上茶来 韩印坐这喝着茶 越想这事 办得越漂亮 到了这会儿 轻而易举 三言两语 把主公这件事 就办起来 主公回去 还得 好赏于我呀 韩印坐这正美呢 就听在外面 脚步声音响 八达门帘一条 进来一位 这人一条门帘 迈步进来 人道话就道 韩印 谁给你家主公 出了这么一条计策 书不坚轻 难道说 你们要刘备 向上人头吗 这韩印呢 坐在这正喝茶呢 蹭一下就站着 顺声音抬头一看 挑连龙进来这位 细高挑的身材 长眉细目 鼻指口正 三柳默然 黑胡须 身上穿着一件蓝袍 韩印一听 他说这话 书不坚轻之际 要留被向上人头 哎呦怪了 这计策上 他看出来了 韩印赶紧把茶杯一放 这位先生 不知先生 孙姓大名 您 您是哪位 韩印 我乃 陈宫 哦 中某县 桌槽放槽的 陈宫 陈宫台 就是阁下吗 嗯 不错 正是我 陈宫 陈宫台 哎呀 先生 久仰大名 失敬啊失敬 先生竟然看破 万万不要高声 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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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先生 大放宽心 我虽然看破了你 输过奸亲之计 绝不会泄露 韩印还不放心 小连龙往外看了看 各家无人 啊 龚台先生 请上座 把陈宫 让到上位 两人落了座 哎呀 龚台先生 嗯 既然看破此计 还望先生 欲成此事才好啊 韩先生 淡放宽心 我陈宫 必然祝你一臂之力 龚台先生 你要能祝我一臂之力 将来我家主公称帝 我韩印 必在主公面前 保陈先生 高官得作 骑马任其啊 韩印 我岂为高官后路而来 我呀 需要提醒提醒你 此计随好 不过 一块 不一骂 持则生变 倘若中途有变 倘若中途有变 你这条计则 恐怕 就实现不了了 那么龚台先生 可以叫我呀 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韩先生 放心 我立刻面见温侯 让他 马上 把女儿 送往寿春完婚 多谢龚台先生 这俩人在管义里面 商量好了 成功了 辞别了 韩印 立刻来一件吕布 一件吕布 成功 满脸追欢 嘿呀 温侯 恭喜温侯 恶习温侯啊 吕布一看哦 信息时代呀 这消息走得够快的 龚台 你也知道 我要嫁女儿了吗 这是天大的喜事 徐州称 谁人不知啊 我这里先行拜贺 我必拜贺了 将来准备红包就行了 温侯 但不知 何时 完婚呢 这事忙什么呀 心事已经定下来 这些事嘛 我这以后慢慢跟原家再商议吧 我吕布嫁女儿 不能讨帅 是 温侯 我成功听说 天子嫁女呀 得一年 诸侯要嫁女吗 得半年 要是大夫嫁女 要一计 一计就是三个月 普通老百姓 庶民家女 还得一个月 嗯嗯嗯 吕布一听 这礼法懂得够多的呀 那么龚台先生 我吕布 应该 从哪一条 要是以我吕布想嘛 袁树袁公主 有传国御习 早晚 必要称帝 他要做了皇上 咱们可以以天子之礼 嫁女 一年如何 嗯 不行 一年可不成 那么龚台 以诸侯之礼 半年总可以了吧 嗯 不不不不不 半年也不行 嗯 龚台 那么 以士大夫之礼 一计如何 三个月 可以了吗 也不行 啊 龚台 难道说 我吕布嫁女儿 跟普通老百姓一样 一个月 这这这 太委屈 我的亲亲爱女了吧 嗯 温猴 非也 我拿鸟枪打你 我说你们这帮读书人 孙文甲醋的 有话你痛快说行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会儿非也 那会儿非也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什么意思 哎 温猴 不要着急啊 哎 您要嫁女儿 事关重大 温猴 跨下马 掌中画感 方天急 勇贯天下 无有对手 谁人不知 袁树 坐镇寿春 早晚称帝 势力浩大 四十三宫啊 四海文明 谁人不知 你们两家 要是连了阴 哎呀 温猴 恐怕天下各镇诸侯 要心生嫉妒 倘若您 按照天子之理 就算按照普通老百姓之理 一年半载 一个月 并且急期 到时候 把女儿送到寿春 您可就给天下这些诸侯 有了准备的时间了 他们要是心生嫉妒 在半路途中埋伏下来 劫杀您的女儿 就算劫不走 有这么一档子 您吕温猴 颜面何存 这件事 就不能十全十美了 那么一温猴 一公台之见 温猴啊 要依我之见 越快越好 您呢 赶紧把您的女儿 送往寿春 到了寿春 让您的女儿 另居别管 先不办事 另外安排一个宅院 让您的女儿住在寿春城中 然后你们两家商定日期 定下集期了 就在寿春城中 一个娶一个嫁 在寿春城中就办了 这样 不会另声风波呀 这不是十全十美 十拿九吻的好事 吕福一听 好主意好主意 就一公台 就这么办了 陈公一看 这事成了 吕布答应了 陈公告辞走 吕布赶紧奔内威 跟严氏商议 连夜给女儿准备嫁妇 吕布就这么一个女儿 这嫁妇少得了 好在是大件的东西 早就准备好了 这女儿到了该出嫁成年了 父母早就把妆脸都准备好了 父母两个人 吕布和严氏连夜收拾什么 收拾气软 好东西再给女儿带上 有金珠和珍宝光滑灿烂 是吧 红珊湖绿斐特样样俱全 还有那夜明珠丽丽成串 赤金链子鹰三 博玉环双奉赞 东西多了 给女儿准备 各种各样的珍宝 所谓陪价 这两口的一宿没睡 给女儿准备好 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亮 吕布吩咐手下人 徐州城中 净水波街 王土电道 高达采风 请吹布手 准备 驾女儿 转过天来就把女儿送到寿村 光这驾着 装了几百辆大车 然后吕布 让自己手下 送献未去 带五百兵 保护了女儿 前往寿村 吕布这女儿坐在这个踩车上 这一起乘 噢 徐州城热闹 吕布让自己手下人 沿街两岸 准备吹骨手 那吹的是什么呢 汉代的古月 这我也没研究 你就想去吧 怎么热闹怎么吹 吹三痛打三痛 放炮 停 你说汉代有二踢脚没有 我也不知道 反正热闹 啪啦啪啦啪啦 这城中 老百姓围着街道 两旁啊 围观的吕布家女儿啊 大家伙人声喧哗 鞭炮齐鸣 鼓越喧天 这个徐州城可就热闹了 这么一热闹 好了 这一热闹 惊动了徐州城中 一位高人 谁啊 徐州城中 有位高人 姓陈明灯 自元龙 陈灯 陈元龙的父亲 陈归 正在家中赴贤啊 这位陈归老先生 聪明绝顶 也是位大台子 当初我做过下坯相 在下坯这个地方 做过官 现在呢 早已经退休回家了 已养天年 最近呢 身体不大好 在家呢 赴贤养病 一连好几天都没出门了 陈归老先生 坐在屋里头 今天一听着外头怎么了 怎么这么热闹 闻了瓦瓦瓦瓦瓦 劈了啪啦 嚯 这怎么了这是 赶紧赶紧找手下人 外头何事 如此喧哗 老爷子 您还不知道啊 温侯嫁女儿啊 今天就把女儿送往寿春 送哪儿 寿春呢 老爷子怎么了 送他寿春 吕布把女儿 难道说 嫁给 袁树之子了吗 是啊 老爷子 您不知道这事了 哎呀 成规老先生 一拍大腿啊 坏了坏了 刘备 刘玄德 性命修矣 这是谁啊 出了这么一条 殊不坚勤之计啊 这不是要 刘备的性命吗 哎呀 不成不成 我得去面见温侯 我得把这事搅黄 这老头啊 是真够闲的 听点的动静 替刘备操心 阻着拐棍 这病还没好呢 扶杖而来 阻着拐棍 直接来到了 吕布的府衙 求见吕布 一见吕布 吕布认识陈规 老先生 德高望重 啊 陈老先生 您今天怎么有侠 到府衙中来 陈规拄着拐棍 多了多嗦 一看吕布 问候 老夫 我今天 特来调丧 老先生 这徐州城中 谁死了 文侯 你快死了 老夫 特来调丧啊 啊 老先生 发热门诊 去过没有 您 您怎么了 这是 出门忘吃药了 您 您这说的什么话 我吕布 好好的 身强力壮啊 而且我 刚把女儿 送走啊 这喜事临门 您怎么来 给我添堵了 要什么丧呢 这这这 岂有此理 陈规一看 哎 温侯啊 你死期就在眼前呢 您怎么不好好想想呢 两个礼拜之前 您刚原文设计 怎么这么快 原书原公路就来求亲呢 您怎么不好好琢磨琢磨 这其中有记忆啊 哦 你不一听一愣 哦 这这 这其中还有记 哎 温侯 您原文设计 一见 救了刘备 元术能不生气 元术就是为灭刘备而来啊 您这一见 救了刘备 元术 岂能不动 怒 元术要是生了气 还能派人来向您求亲 您就不想想 这是要把您的女儿 框到寿春做人质啊 您要把女儿送到寿春 成了她的人质 哎呀 温侯 他要再出兵 攻打刘备 您还敢管吗 啊 您要是管刘备 您的女儿 性命为矣 哎 刘备倘若 除掉了 小配 亏了元术 温侯 您这座 徐州城 可就保不住了 没有刘备 作为羽翼 徐州城 威翼 就算元术不敢直接来夺徐州 温侯 您的女儿在他手上 那是人质 到时候 他伸手管您借粮 张嘴管您借兵 您借是不借 您给是不给 您要是不借 您要是不给 他拿您的女儿说话 您要是给了 就您这点势力 再把粮食 再把兵丁借出去 您还有什么 而且 您要是不答应 元术就有了起兵的借口 亲起祸端 温侯 怎么不三思而行 而且温侯啊 还有一件大事 老夫我要提醒您 元术元公路 早晚必然称地 这个人要称了地 那是造反的 造反之罪 祸灭九族 您跟元术沾了亲 灭九族 您也算一族啊 而且 您成了造反的人 家里的亲戚 天下人还能容得了您 往温侯三思 哎 吕布一听 宫台误我呀 你看这吕布 一伙一主意 吕布这纯粹 狗熊谈闲子 没谱 谁说什么他都听 这会儿 成规这么一说 吕布明白过来了 这是成功台误我呀 老先生 那一民之间 赶紧把女儿追回来 把韩映勘压起来 就一老先生 来人哪 叫张辽 吕布手下 第一员的大将就是张辽 赶紧把张辽叫 文元 速带五百兵 把我女儿追赶回来 另外把韩映 压回城中 撕命 张辽领令啊 带着五百兵 轻骑兵啊 骑快马 出徐州 赶紧去追 送亲的队伍 又是庄联 又是嫁妆 又是女儿 不像打仗 走得那么快 这会儿公伯出城才三十里地 张辽带着清骑兵一伙的公伯 追上 把吕布的女儿又接回徐州来了 韩映 压界入狱 这韩映倒好 猪腿羊腿还没吃上 成了阶下修了 改判无期 看压起来 这陈归还给吕布出主因 温侯 如今 何不把韩映送往许都 曹操最恨元树 他现在 把天子迎家到许都去了 您可以把韩映送给曹操 那曹操必然高兴 这个 吕布也不傻呀 吕布一琢磨 这事不能这么办 这要把人得罪苦了 没有退身之路 老先生 容我思之 把陈归也打不走了 吕布干嘛呀 把韩映勘压起来 也没借往许都 给袁树 袁公路写了封书信 就告诉我 亲事 我答应了 让韩映呢 留在我这 料理料理 咱们这门的亲事 有好些事情要准备 先不让他回去 有这么一封书信 稳住了袁树 吕布啊 就把这事 先压下来 所以您看三国演义 毛宗刚先生啊 批这三国批的最好 而且毛宗刚先生呢 在这三国演义前头 还有一篇很长的文章 叫读三国治之法 其中就说到了 古史甚多 而世人独好三国 何也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太多了 为什么大家伙都喜欢看三国呢 是什么原因 毛宗刚先生就说 古往今来 人才之巨 未有如三国者 就是人才啊 大机会 这么多人才 居中到一块儿 没有超过过三国这个故事 这里面人才太多了 然后毛宗刚先生说了一句话 说官呢 就看 官才 与不才敌 不齐 官才 与才敌 则齐 所以三国演义 齐的地方 妙的地方 就是这一点 你要看一个有本事的人 和一没本事的人 对抗 这没意思 财与不财敌 不齐 财与财敌 两人势均力敌 齐逢对手 相依良才 两个人都有本事 两个人对抗 这一看着 过瘾 就跟平常老百姓看 打架似的 这两边 这个势力太悬殊了 这打得没劲 这两边 都有两下子 打得 你死我活的 看着多热闹 一个意思 财与财敌 则齐 所以您看 就这么一件事 吕不嫁女儿 殊不坚心之计 成功 促其成 成规 使其败 两个人都有财 各战其能 让这个事情 或者成功 或者失败 这事看起来 就好玩了 就过瘾 所以这是三国演艺 奇妙的地方 所以成为传奇 也是在这儿 那么这件事 吕不嫁女儿 这件事情 吕不算是暂时的 稳住了 把元树那边 也给稳住了 过了这么几天 突然 吕不坐在牙中 有小校来报 启并温侯 这两天 小派的刘备 招兵买马 聚草存粮 不知是何意思 吕不一听 刘备 身为武将 招兵买马 至他分内之事 有什么好奇怪的 再贪再报 打不走了 这小校刚下去 宋县卫序 紧跟着就进门 宋县卫序 干嘛去了 奉吕不知命 出去买马去了 吕不这会儿 也招兵买马 积攒势力 宋县卫序 迈步一进来 吕不抬头一看 这两个人 神色慌张 宋县卫序 赶紧 攻身实力 参见温侯 宋将军 魏将军 我让你二人买马 马匹买的怎么样了 骑兵温侯 马呀 给您买回来了 一共挑选了 三百匹豪马 不过 路过小派附近 遇到一伙强人 强走了一半 什么人这么大胆 哪来的强盗 竟敢强我吕不的吗 吞了雄心 吃了爆胆了吗 没问问 是哪的山贼呀 温侯 其实也不是山贼 他就是假扮山贼 诚心抢咱们的马 什么人这么大胆 温侯 平常谁老骂您呢 还眼贼 就是他 嗯 可恨 可恨 谁呀 张飞 正是张飞 张义德 你要听评书 给张飞开脸 抱头还眼 眼睛大 所以呢 吕布要骂张飞呀 就是还眼贼 还眼贼敢抢我的吗 这还了 来呀 点兵一万 兵法小配 强忙 吕布生气了 点起一万大兵 兵法小配 扑天盖地而来 小配弹丸之地 刘备万也没想到 吕布突然发兵 兵打小配 没办法 也只得 点起小配的兵马 多少人呢 三千 所有小配床中的人马 就三千 点起这三千人 出了小配 也得对敌呀 两军人马 列了阵 刘备一催马 来到阵前 啊 温豪 吕布催 跨下赤路千里马 也来到阵前 刘备 忘恩负义 我原本设计 之时 安德你都忘了吗 还行呢 永远挂在嘴边 我原本设计 解了你的威难 你怎么现在 忘恩负义 抢我的马呀 啊 温豪 这话从何说起 我刘备 最近的确 招兵埋马 可是我不至于 我糊涂到这个地步 我怎么能抢温豪 您的马 万无此事 嗯 刘备 你们弟兄 做的好事 还在我面前 装模作样 问你身后之人 吕布拿手这么一指啊 身后正是张飞 张飞在刘备身背后 早就不干了 一催做下马 掌中掌巴 说毛小 对 三星夹奴 来来来 看你爷这大枪啊 挺枪就刺 催马就出来了 吕布 画杆帮天机 往旁一磕 撞了一下 把张飞 张八十毛枪 架开了 还原贼 你欺我吕布 特胜 嘿嘿 三星的夹奴 吕布 便是你家张爷爷 想着你这马 你一变 怎么样呢 吕布气坏了 就你这三星家奴 老挂嘴边 我现在被高七七 改了四星家奴了 你骂我四星家奴 好不好 改改词 老这一套 吕布气坏 还原贼 欺我吕布特胜 吕自辱骂 难道我吕布 怕你不成 为何抢我的马屁 嘿嘿 三星家奴 张飞 抢了你的马 你就如此气恼 你抢了俺大哥的徐州 怎么不说呀 张飞这一句话 吕布闹了一大红脸 他这个 这么一话说 吕布就是抢了徐州 气的 这掌中画杆方天极 秃秃直颤 您别忘了 吕布手中这画杆方天极 鹅卵粗细 吕布拿在手中 浑身的粒子一脚 这画杆方天极就差了 就跟拿一面劲 软的一样 吕力多大 吕布气得浑身颤倒 致机灵突突直颤 火焰贼 你拿命来 啪 抖画杆方天极 直奔张飞 张飞也不示弱 催马向前 掌中掌巴蛇猫腔 直奔吕布 您要闭上眼睛想 我呀 是教美术的 对色彩感觉 那个 最敏锐 您现在 我说到这儿了 您就闭上眼睛想 这场面多漂亮 张飞 黑云黑甲 黑袍黑马 人掌的也黑 掌中这条枪 掌巴蛇猫腔也是大黑枪 黑枪鹰 一团黑就跟一团乌云一样 吕布呢 赤金官就发红 大红袍赤兔马 掌中画杆方天极 红鹰子 左漂亮 这是一团红 一团黑 这两个人 插招幻视 二马盘旋 冲杀一处 杀是好看 张飞 掌巴蛇猫腔 一扎梅残 二扎心 三扎盘肘刺撩阴 五扎两肋连双腿 六扎怪莽大翻身 滑拿崩把呀 抽撤盖顶扎 如同银龙 乌龙探海 不是银龙 乌龙探海一样 这条大枪 一枪比一枪比一枪比一枪快 枪枪进逼吕布 吕布 画杆方天极 见招破招 见势破势 炮势还招 两个人二马盘旋 冲杀一处 张飞一边杀一边喊 三星家农 跟你家当爷爷大神 三百回合 吕布一听 你都成口头禅了 就这两句话 一三星家农 一三百回合 你哪回跟我战过三百回合 是吧 是吧 这两个人冲杀一处 还真不含糊 展演之间 一百多个回合 过去了 不分输赢胜败 刘备在旁边关笛料阵 一看心里着急 我们哥尔萨在虎牢关前领教过吕布的能内 这已经一百多个回合了 唯恐三帝有失了 赶紧 明金收兵 一旁铜锣响 明金 军中有纪律 文古则进 明金则退 张飞在战场上一听 铜锣这么一想 知道 这是大哥担心我 大哥发话让我回去 我不能不回去 军中有纪律 明金必退 三姓家奴 饶你片刻 待会儿待战 一圈马 张飞回来了 大哥 一眼看着 俺就叫了那三姓家奴的性命 和交安回来 得了 三帝 别逞能了 像哥仨都站不过他 回去吧 二爷关羽一圈马 把张飞给牵回来 刘关张弟兄 收兵撤队 撤回小沛城中 关城门扯掉桥 严防死守 刘备在城上安排 挥平炮子 滚木雷石 守在这层 守不住 太小了 吕布一声令下 一万人马 将小沛城团团围住 围了个水泻不通 刘备在小沛城中 心急如焚 回到牙中 一看张飞呀 刘备这气呀 可是又是自己的兄弟 三弟 你 是你抢了温侯的马吗 啊 没错 他抢咱们的虚州 我便抢他的马呀 三弟 你怎么老给我惹祸呀 啊 上次你吃醉了酒 打了淘宝 把虚州就丢了 如今你好没影呢 你抢他的马干嘛 你抢了多少 嘿嘿 一百五十匹呀 这 这些马都搁哪了 全在城中 寺庙之中 嘿 刘备一经 你这提前要过渝兰盆节呀 啊 一百五十匹马 你要共活呀 都搁在庙里干什么 赶紧赶紧 如树拿回 啊 派个人 赶紧送还给吕布 咱们可不能得罪吕布啊 张飞没办法 大哥说话就得听 大哥嘛 得办 必须得 张飞不乐意 不乐意也得干 二爷关羽 带着张飞 哇 这小派城中 这几座寺庙 全让张飞 塞上马了 一百五十匹马 分别各个寺庙 一个庙一个庙的走 把这一百五十匹马 都聚齐了 刘备派了个人 送出城去 到了吕布的大营 跟吕布一说 马匹啊 如树凤环 温侯不要动怒 请您撤兵啊 吕布一看 马都回来了 有点回心转移 打针撤兵 旁边有个人 谁啊 陈公 陈公在旁边一看 温侯 如今你已经和刘备撕破脸了 干脆了 把刘备除掉 小配归咱们吧 甭讲和了 吕布一听 一掏着智鸡灵 来啊 马匹收下 攻打小配 好 马匹收了 进兵小配 猛攻猛打 这座小配 危在担心 刘备一看 赶紧找手下人 孙前弥足 商议 孙前一看 主 这座小配 守不住 肯定得丢 那 咱们现在去哪啊 无处安身呢 要依我孙前之见嘛 您可以弃小配 而去许都 如今曹操迎天子 与许都 您可以投靠曹操 两方联合 共出吕布 刘备一听点点头 也只好如此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 好吧 可是 吕布将这座小配 围得水泄不通 咱们得想办法 冲出城去 哎 大哥 冲锋陷阵 有案劳张啊 三弟 我都是你惹的 你不出去 我也得派你出去 三弟 打头阵 在前面开路 二弟啊 保护家小 断后 你我弟兄 冲出去 逃了吧 好惨 刘备 关羽 张飞 这哥仨 保护了家小 带着文官武将 冲出小配 还真不错 张飞在前头 宋献魏序 拦住去路 被张飞杀在 刘备冲出去 关羽断后 张辽追上来 被关羽挡住 刘关张弟兄 算是完完整整的 撤出小配 等刘关张弟兄 逃出去了 吕布 也还真不错 还算有点情义 没派兵 再去追赶 吕布 进小配 发榜 安民 让自己手下大将 高顺 镇守小配 自己呢 回转 徐州 不说吕布 单表 刘备 刘备好惨 骑着马 带着家小 文臣武将 这回真是彻彻底底 干净利落 无产阶级了 骑得马上 刘备直唱 阿巴拉骨 好将 我哪去 我 孙前一看 出宫 就得去许都了 投逃逃吧 行吧 奔许都 带着全家老小 刘关张弟兄 来到许都城外 不能立刻进去 就在许都城外 安榨下一个 简简单单的营盘 刘备派孙前 先进城 面见曹操 先得通个信 不能冒冒失失 我就来投靠你了 孙前进城 面见曹操 这么一说 被吕布所逼 特来相投 曹操一听 选得 与无 兄弟 我们是兄弟 好办 尖凶啊 这就是尖凶本色 曹操答应 接纳刘备 孙前 出城一说 把刘备 请入城中 刘备让关羽张飞 看守家小 留在城外 带着孙前弥竹 进许都 面见曹操 曹操 真热情 待以上宾之礼 盛情款待刘备 九夕宴间 刘备就把 以往经过 又诉说了一遍 如之河 如之河 实在走投无路 来投奔 曹操听完了 哎 选得 吕布 无意之徒 早晚必出之 玄德既来 你我通信 公灭吕布 放心吧 在我这 住下来好了 真是盛情款待 后代刘备 酒席散了 把刘备送走 刘备前脚刚走 寻遇寻文弱 曹操手底下 这位谋士 进了 大将军 刘备 英雄也 找他都找不到 如今自投 罗网啊 今日不除 必为后患 您赶紧把刘备 除掉 曹操听完了 手里 常然 没说话 寻遇一看 曹操不说话 纸都退出去 寻遇刚走 郭家 郭奉孝 进来了 所以您看 我刚才说 毛宗刚先生 批这个 未有如三国 人才之巨者 人才太多了 都是能人 这 寻遇刚走 郭家 郭奉孝 迈步进来 郭家 迈步一进来 曹操一看 奉孝 你 也为刘备之事吧 大将军 正是 您打算 如何 对待刘备 奉孝 文若 劝我 把刘备杀了 你奉孝之间 主公 万万事 刘备不能杀 主公 您兴义兵 为百姓除暴 为朝廷除奸 如今正是用人之计 朝贤纳士 还怕他们不来呢 刘备 士之英雄 素有人德之名 走投无路 特来相投 他来投靠您来 您把他杀了 您就组了 尽贤之路 天下这些 有能耐的贤士 这些英雄 再想投靠您 他们心里能不想吗 所以 除一人 而阻四海之望 安危之机 不可不查呀 往主公明鉴 凤效之言 正合我意 桃桃就这样 你说的话 跟我讲的一样 我也是这么讲的 后代刘备 第二天 桃子上朝 给刘备 请了个官职 什么呢 玉州墓 而且 曹操 给刘备 三千兵 一万壶粮食 等于曹操 重新把刘备 再次武装起来 而且 讨了个官职 叫玉州墓 诸位您记住了 刘备从此往后 在三国演义里面 还有个称呼 叫刘玉州 就打这来的 这是曹操给他讨来的 这么个官职 曹操如此对待刘备 曹操手下人 还是有人不理解 承郁 再次劝戒曹操 主公 刘备 久非池中之物 不肯居于人下 您现在不除 还武装他 早晚必为后患 您可得想明白了 曹操 微微一笑 杀一人 而是天下之心 此事断不可为 我与凤孝 同心呢 我和郭家 郭凤孝的想法一样 必须要后代刘备 所以曹操 对刘备真不错 给刘备 玉州墓 三千兵 一万壶粮食 而且告诉刘备 你去玉州上任 到了任所 安排好了 召集人马 咱们两家 和平于处 攻打旅部 刘备高高兴兴 带着人 带着文书 告明 本玉州上任 到了玉州 把事情都料理好了 刘备把那些 原来 散失的兵士 又召集了一部分 然后写了封书信 给曹操 我这儿 事情都办妥了 约会 曹操 共处 吕布 曹操这儿呢 也准备点兵 要灭 吕布 就在要点兵 灭吕布 还没出兵呢 曹操 突然接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军报 什么军报 有流星探马 禀报曹操 说张秀 起兵 您要看三国演义原文 有四个字 叫犯却夺驾 那位说张秀何许人也 张秀是张继的侄子 您要听这个前文书啊 咱们说了 董卓 作乱 董卓死了 李觉郭寺张继 凡仇 四个贼子 继续作乱 其中有一个就是张继 当初李觉郭寺张继凡仇 霍乱朝纲 可是这四个人呢 强盗而已 霍乱朝纲同时呢 这四个人内部又产生矛盾了 凡仇被杀 张继呢 逃出关中 回归洪农 洪农在哪呢 河南省领宝 就这个地方 所以张继啊 回到洪农这儿 打算呢 起兵啊 夺南洋 在起兵攻打南洋的时候 张继啊 被刘史所中 死在阵前 什么叫刘史啊 就是这个飞舰 在阵场之上 也不知道是敌方射过了一箭 还是自己方面射的这一箭 反正不知道哪来这么一箭 砰一箭 把张继给射死了 为刘史所伤 死于非命 张继这么一死 张继手下这些兵呢 都归张继的侄子张绣统领 所以张继呢 继承了自己叔叔的事业 而且张继比张继可要有本事的得多 而且有志向 有报复 继承了自己叔叔的事业 统戴这些人马 张继 任命贾许贾文和为谋士 用了贾许为谋士 贾许投一个主意 就让张继结交流表 因为您的事业太弱了 就这么点兵 就这么点嘛 您得找个好的靠山 所以贾许贾文和献祭 结交流表 给找了个好的靠山 然后张继一想 我现在有了靠山 有了流表了 我得做点事 所以张继打算起兵 奔许多 知道曹操把天子结到许多去了 你曹操能结天子 我怎么就不能行 我把天子夺到我手里来 我也能携天子令诸侯 所以你看这张继 挺有胆量 挺有抱负 带着兵准备犯鹊夺 这鹊就是宫门口 两个高大的建筑 现在中国古建筑 地面建筑保存的最古老的 就是汉代的鹊 有很多地方还保留着 您要想在北京看 北京故宫博物院 正门就是五门 五门那个城门的样式 还有点汉代那个鹊的含义 正好是这么一个凹字形 一个广场 前面出了两个畅 上面有五缝楼 非常高大 非常威严 这是宫殿门前那种特殊的建筑形式 叫鹊 所以当国演义上说 张继一月犯鹊夺驾 这一下 可就触动了曹操 天子在曹操手中 那是命根子 最重要的力量 谁要敢夺天子 那曹操能干吗 所以曹操 本来打算起兵灭吕布 这一下 不敢动了 得先灭张继 又怕吕布抄自己老家 跟自己手下的谋事一商议 寻遇寻文弱一看 哎 主公 这事好办哪 吕布这个人呢 无谋之辈 见利则喜 这也是三国原文 你看三国演义 写着吕布永远是这么一种性格 有勇无谋 见利妄议 给点钱 那就高兴 所以寻遇寻文弱 说的也是这个 吕布这个人呢 无谋之辈 见利则喜 您给他个官职 您再给他点礼物 他一定高兴 绝对没有别的野心了 曹操已经这好办了 天子在我这儿 给吕布 讨个官职 平东将军 然后呢 曹操命自己手下 要奉君都尉 叫王泽 这个人呢 带着天子的告命 还有风风声声的礼物 奔徐州 把吕布 先给稳住了 吕布接着这礼物 如何反应 咱们后文书再说 然后曹操 要起兵 十五万人嘛 兵分三路 下侯敦为先锋 直奔晚成 为什么奔晚成 张秀起兵 饭却夺驾 现在呢 兵扎于晚成 那个时候晚成在哪 就是咱们现在 河南省的南阳 现在还有 河南南阳晚成县 有这么个地方 您要听 重文区 我们这儿 那儿有一个小书馆 重文书馆 每周五晚上 我的恩师连丽如先生 和我二师弟贾林 两个人和说 东汉演义 也说到这儿 东汉演义 刘秀刘文书 启兵 河南晚成 白水村 就这地方 现在呢 仍然有这么个地名 而且呢 这个晚成旁边 有条河 叫御水 也叫白河 也叫白水河 所以你要听东汉演义 南阳晚成 白水村 就这么个地名 那么这条白河呢 源自松山 少林寺那地方 刘京晚成 自相反呢 入汉水 就这么一条水系 那晚成呢 正好在这白河 就在玉水旁边 张秀屯兵于晚成 曹操 十五万大军 也兵发晚成而来 曹操这儿一起兵 张秀就文报 赶紧找自己的谋士 贾许贾文和商议对策 贾许一看 张将军 不能打 曹操十五万大军 势力太大 咱们这点兵将 势单力孤 您要再跟曹操打成这一仗 咱们这点势力 彻彻离底 都被曹操消灭了 所以 一降 不一战 张秀一听 降得地 降得地 好 便衣先生 您看 这贾许啊 跟着张秀 张秀对贾许是 言听计同 贾许说什么 张秀就听什么 贾许让张秀投降 张秀同意了 立刻投降 曹操十五万大军 来到玉水旁边 就在玉水旁边 闸下大寨 连营十几里啊 然后 张秀这儿 立刻派贾许 带着地丁前凉策 出城 面见曹操 我们愿意投降 曹操一见贾许啊 爱上了 贾许有爱贤 爱财 贾许长得相貌堂堂 仪表不凡 气宇宣昂 而且 曹操跟贾许这么一谈话 贾许贾文和 对答如流 喝 问一答食 哎呦 这满嘴词儿 全是江西景德镇的 哦 草子越听越爱 越看越喜欢 文和先生 如此大财 何必跟着张秀呢 不如跟我回许都吧 我在天子面前 宝许先生 你可以做天子进城啊 曹公 不是我不愿意啊 我贾许 愧对天子 你看这贾许贾文和 心中有愧 贾许说了句话 当初从李绝 得罪于天下 自知有愧 没有脸啊 面见天子 也没有脸面见天下人 当初我跟着李绝郭寺 张继凡仇那帮人呢 给他们出了不少主意 做了不少的坏事 我对不起天下人 对不起天子 如今呢 我跟着张秀 张秀对我言听计同 不忍气之 多谢民工的好意 曹公一看 先生大财 若非先生 我定不许他投降 看在先生的面上 我就答应张秀归降 多谢民工 贾许贾文和回去见张秀 张秀第二天 面见曹操 跪在地上 投降 您看曹操说这话 说得多好 看见张 看见贾许贾文和了 爱贾许贾文和 爱他的财 说我看在你的面上 看在你 贾许贾文和的大财 我才同意张秀归降 您别忙 曹操 还有另外一个爱好 这句话 曹操还得再说一遍 若非你 我定不肯让张秀归降 那得见着谁呢 见着一个重要的人物 也是三国演义当中一位美女 张继之妻 张秀之神 搜是夫人 曹操还得说这句话 那么张秀 这一归降 曹操 进城一居住 张秀 盛情款待曹操 每天大台延宴 公筹交错 天天喝酒 这酒一喝多了 酒是色的没人 酒一喝多了 可就要出事 曹操喝多了酒了 我在晚城之中 这么一住 才出事 要遇到一位美女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位邹氏夫人 至于这位邹氏夫人 如何出现 学徒我下回啊 给您置之诚诚 卖卖力气 好好的表演表演 下周 您接着听 大战晚城 张秀 赐审 好 好 谢谢大家